张大爷 张大爷睡着了 你干什么呢你 你来 大爷跟你说这事啊 来来来来来 我还要做饭呢 我跟你说 来来来 你坐坐坐 大爷跟你说点事啊 你看你这么漂亮一个姑娘 整天做了洗衣做饭的事 多可惜 张大爷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到我们家这么长时间了 其实我也挺喜欢你的 你以后就不用做那些事了 你干脆就来陪陪我行了 张大爷你别这样 我跟你说 我儿子有的是钱 我不会非债你的 你批我吧 好不好 我跟你说 我早就喜欢上你了 你看 你看 你听我跟你说 我儿子啊 其实你 你 嗯 嗯 嗯 啊 啊 嗯 秦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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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大爷吗 真有人晕倒了 说 你对我爸干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干 是 他非礼我 你大屁 我爸那么大年纪 非礼你 我看是你勾引他吧 小摩才 在害他犯心脏病 不用说了 这要是你必须赔偿 不然没完 算了算了 算咱倒霉 你让他赔 他能什么赔 这两个公司 扣了得了 听到没有 钥匙给我 滚 走就走 这么高的待遇 怎么还没找着人呢 哎呀你不知道啊 这个是个烫死的山芋啊 病人瘫痪了不能动 他们要求24小时工作 据我了解呀 前面去了好几个人 中途都放弃了 而且啊 病人的脾气 特别特别的不坏 别看工资开得很高 这钱啊 还真的没人愿意赚啊 请问是招聘保姆吗 林心来自一个小小县城 为了供弟弟读书 自己高中之后就进城打工 可是却遭遇了很多挫折 这次这个月薪上万的机会 会改变他的酒精 你好 我就是打电话 预约来应聘保姆的 我叫林希 哦 你就是林希啊 来来来 进来吧 进来 哎你坐吧 哎来 喝点水 谢谢 阿姨 我该怎么称呼您呢 哦 我姓刘 你叫我刘婶就行了 啊 好 林希啊 我问问你 之前 你有没有相关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呢 有的有的 我之前一直是做保姆的 所有的家务婶我都会干 哦 在这儿啊 主要是要照顾病人 这和单纯做一个保姆 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没关系 我可以学的 小林啊 我跟你说 这可是一个辛苦活啊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跟你实话说 之前已经来过好几个人 可是他们都没做几天都走了 因为是个瘫痪病人 生活不能自理 这吃饭 睡觉 上厕所 还有洗澡 都得要人帮啊 嗯 没关系 刘婶 您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把事情做好的 哎 对了 刘婶 您老伴 瘫痪多久了 啊 我老伴 是啊 哎呀 你误会了 需要照顾的人不是我老伴 是这家的男主人 而且啊 还是个年轻人 啊 男主人 还是个年轻人 那 那我 会不会不太方便啊 哎 这没有什么 人家是个病人 你呀 就把自己当成医生 工作需要嘛 这不丢人 如果你觉得实在过不去这个坎儿 那只好另外找人了 哎 那个 我 我能行的 能行 啊 那就好 真是难为你一个小姑娘了 不过没关系 习惯了就好 哎 对了 您说是这家男主人 那 您是 啊 嗯 我也是这家的保姆 我在他们家做了好多年了 哎 我现在老了 做不动了 再说 我自己要抱孙子了 我儿子媳妇啊 整天催着我回家 没办法 只好找个人来接我的班了 那他爸爸妈妈呢 怎么让你来帮忙应聘保姆 这说来话长啊 等以后有机会我慢慢说给你贴 啊 来 我先带你去舒适舒适管紧 啊 这就是厨房 不过呢 这厨房间印的东西啊 都要放在这个柜子里面 尤其是这些刀叉 一定要放好 对了 小林 我跟你说啊 你一定一定要记住 在这个家里所有的刀具 工具 还有金属制品 你必须得放回原处 千万别乱放 好的好的 我记住了 主要是为了病人的安全着想 你一定一定要做到 放心吧 刘绅 那病人呢 他今天没在家吗 他叫什么名字呢 他叫吴玉恒 今天正好在医院做检查 明天你过来 我正式带你见他 这孩子啊 是我看着长大的 有时候啊 会发脾气 你多容忍点 没关系的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行 那今天就这样 明天你过来 我会带你学好的东西 等你全部都掌握了 我才能放心走啊 那刘绅 今天我就先走了 哎 路上慢点啊 小心点 小心点 跟上了 我回来了 啊怎么样今天 我呀 找到工作了 是吗 怎么样工作多少 一万 一万 真的一万吗 什么情况啊 我没听错吧 就是照顾一个贪宽的病人 不过以后二十四小时 我都得住在那边了 那也没有关系啊 一万块 那比你以前三个月工资都高了 恭喜你啊 你这手机 新买的吧 之前那个配置太低了 岳哥 咱们能不能节省一点 你这手机又没坏 我又不抽烟又不喝酒的 就这么点爱好了 别管我了 算了 我懒得管你 反正 你钱花光了 别问我要 不会 你那些钱啊 我们都存着 到时候结婚哟 你好 我叫林薛 我是新来的 你又是刘莎找来的保姆 是 行 我知道了 出去吧 好的 好的 小林 你过来 小林 你别往心里去 她就这样 其实 她没恶意的 没事 刘莎 你还是赶快告诉我 我一天 都需要干些什么呀 那好吧 事情很多的 你最好拿笔合本子 记一下 我去把雨恒的药 拿出来啊 你等一下 小林 你一定要记住 这是雨恒吃的药 千万不能处差错 你看看 虽然这上面 都有说明 你记一下 更不用处错啊 你看 这是一天吃三次 你看看 这是一天吃两次 这是一天吃一次 记好啊 这个是消炎药 万用的 它哪儿痛 你就贴哪儿 怎么样 记好了吗 都记住了 刘莎 你能告诉我 吴雨恒 到底是怎么 变成这个样子 说起来呀 这孩子真的是很可怜 你也看到 这吴家 本来经济条件 也不错的 他父母做生意 挺成功的 而且还开了公司 这几年 雨恒他也接受了公司 今天一场车祸 一家三口啊 他父母走了 就剩下雨恒一个人 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太可怜了 是啊 这个事情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有时候 他晚上会做噩梦 他会大喊大叫的 你千万别害怕 你把他叫醒 给他检查体温 千万别着凉 哦还有 医生说了 像雨恒这种高位接探 最可怕的是 嗓尸排汗的功能 你知道 人体排汗 就是调节体温 和体内的毒素 一旦出现这种状况 那就麻烦了 所以啊 你每天都要给他检查 看看他的袜子上 有没有脚汗 还有泪移的潮湿程度 这些你都记下了 听了刘婶的话 灵溪感受到了 这份工作的压力 不过 为了供弟弟上大学 为了自己更好的生活 灵溪暗想决心 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在刘婶的带领下呢 他很爱地送去了一切 但是唯一让他苦恼的是 吴雨恒对他的态度 一直很大 吴雨恒 你想不想出去转一转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不想 那我把电脑拿过来 你上上网 上网 你是想让我加入一个病友群 交流心得吗 还是加入一个电端轮椅 车友会 你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告诉我 你平时都喜欢做什么 我可以帮你 坐着 弄死 怎么这么想啊你 灵溪 如果你想出去转转的话 就自己去 不要乱说 他这么讨厌我 欢迎 吵我鱿鱼 我可怎么办啊 行不行 灵溪 加油 你一定可以到的 你 过了 你 你 啊 我 诶 你 愿会 cre证 codl 感谢观看 能不能不要随便乱了我的东西 没想到 你之前跟你女朋友 还挺甜蜜的 那是以前 现在 一切都不一样了 一会儿我有客人要来 如果没事的话不要来打扰我 你好 我来找雨恒 哦 她在房间里 这给我吧 我来找雨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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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恒 你还好吧 我不知道你闲着没事 老往我这儿跑干什么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以后别来找我了 你这么不请自来 还有没有点自尊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我好心好意来看你 我谢谢你的好心 我不需要 你以后不要来烦我了 我不想见到你 你走吧 走啊 我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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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乱动啊 这要是把轮胎扎破就麻烦了 别动 我让你收拾了吗 这是我自己的事 跟你没关系 我只不过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生气 难道你只会对女人发脾气 大呼小叫的吗 你是没看到他那个样子 完全负能量 完全负能量爆棚啊 整个人一副破罐子做摔 我每天看到他就觉得他周围的空气阴阴阴阴阴的 我都喘不过气来 简直是太压抑了 这么严重吗 是呀 他说我在他家干了这么久 他都没有正眼看过我一眼 要不是给的工资高 就不想干了 我算是知道了 为什么之前那些人在他家干了几天就走了 谁愿意整天对着他这么一个冰块啊 这个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慎重考虑一下吧 他工资给的那么高 我没有正好缺钱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调整一下你自己 只要把你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好吧 不过 等咱们存够钱 我还是想换一个工作 好好好 辛苦你了 你就坚持一下 如果实在困难的话 大不了我也来帮你呗 那倒的事不用了 算了算了 好不容易休息一天 就不提这些了 好了 快点吃东西吧 好好放松一下 来 我来说 咱们再次 跟股城 repentance 吴亦恒 吴亦恒 你怎么了 别跟我进去 怎么能不管你 你到底哪儿不舒服 你告诉我呀 你别管我出去 走 喂 120吗 我们这里有人生病了 医生 怎么样了 你们怎么看我病的 我们在他的胃里 发现了一枚戒指 戒指 对啊 怎么会这样 我完全不知情啊 那他现在情况呢 现在没事了 但以后要多注意一下 你能瘫痪 情绪不稳定 可能有我想不通的时候 以后要避免对他的刺激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你说 嗯 嗯 我说你这不是害我吗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怎么跟刘舍交代 搞不好 到最后我又成了罪魁祸首了 你以后可千万别再干啥事了 多危险啊 你要是心里难受 可以跟我说呀 我可以帮你的 联系 怎么了 没事吧 你 没有 我是觉得这两天 你太辛苦了 回家之后好好睡一觉 没事 我挺好的 我又不是犯人 真的不用一直盯着我 这两天你确实太辛苦了 等会儿到家之后 好好睡一觉 不过 不过 你确定 你不会乱来了 你放心 如果我真的要乱来 我提前通知你的 好不好 那走吧 把钥匙 把钥匙了 联系 之前 我不好意思 态度不正好 你不要我心里去 对了 还有 谢谢你 帮我您好相逢 其实 你的心思 我都明白 你是不想拖累你女朋友 所以 才故意赶她走的 你心里 其实也很难过吧 不然 也不会 会借着 刺杀 但是明白了 为什么你们家的刀 都放在你拿不到的地方 你们家这么有钱 怎么就治不好你呢 所以说 全部是万能的 可是你也没有尝试啊 你说你 整天自暴自弃的 只会让你的生活 越来越糟糕 自暴自弃 我给你看点东西 抽屉打开 不要工作给我 这个吗 我给你看点东西 我给你 感谢观看 我也努力过 可是医生下了决断 他说我没有痊愈的可能 你想想 如果换错是你 你会不会绝望 对不起 我误会你了 我出车祸之后 我就一直觉得 我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拖累别人 有什么意义 没有 是真的想离开 你不能这么想 你爸爸妈妈都已经走了 你更应该自己一个人 努力地活下去 联系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你帮帮我 帮什么 帮我离开这个世界 可能 听我说完 可以给你钱 无论多少钱都可以 我会立想移住 这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是不可能答应帮你的 就算你给我再多的钱 我都不会答应 但你就整天闲的话 我还是多想想办法 丰富一下你的生活 免得你这样胡思乱想的 丰富我的生活 好 那 你想不想看个电影 看什么电影 我 这么多 怎么会死啊 呵呵 哈 呵呵呵 电视剧场 我没想到你了 我只是突然想起来 我当时第一次 看那个电影的时候 我的比你还小 不过你看 虽然这个男的死了 可这却是对他最好的结局 原来你让我看这个电影 就是为了给我洗脑 我才没那么好骗 电影是电影 现实是现实 好好好 整天巴拉巴拉的 你比刘婶还能说 对了 刘婶 她照顾你那么久 她要是知道 你有个三长两短 那你就多上心 包子 你知道她跟我说什么吗 她竟然说 要给我一大笔钱 让我帮她自杀 那你答应她了吗 我答应了 我要是这么做了 那我不成帮凶了 就算给我再多的钱 我也不会这么做 也是啊 我现在就整天想着 怎样让她觉得 活得有意思 别再胡思乱想了 谢谢大家 聂心 我真没想到 你对这份工作 这么认真 这么负责 你给我开这么高的工资 我不好好照顾你 可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加油吧雨昂 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 你也拥有 很多我感觉都不敢想的 美希 我可以帮你实现一个愿望 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帮我实现愿望 我 算了 也不可能实现了 你就说说嘛 万一我可以帮你呢 其实 我最大的遗憾 就是高中以后 家里没条件 就没上大学 所以 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 能上大学 可是 也不可能实现了 这个 怎么就不可能实现了 我现在已经出社会了呀 而且 我有男朋友了 现在 就等着 和他存够钱 过日子 更何况 我家里还有个弟弟 等着我挣钱 给他学费呢 这个 确实 有些困难 那要不你说一个比较容易的 我挺喜欢小动物的 想养一只小狗狗 养狗 可以啊 你想养什么 我送你 我现在整天照顾你 哪还有心思养狗啊 我想着以后挣了钱 去收养小动物 收养 看不出来你还挺有爱心的呀 人家都说 愿意收养流浪狗的 才是真的爱狗 那当然 我可是动物保护协会的 真的呀 我也是 真的 那你以前 有没有参加过什么活动 说不定我没遇到过 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有一次我们在山上 去救助一只流浪狗 那只狗因为害怕 还把一个女生的手给咬了 你的意思是 那个女生就是你 就是我呀 不行你看 还真是啊 太巧了 太巧了 你说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就认识 说不定我们现在 已经是好朋友了呢 我们现在不也是好朋友吗 缘分这个东西 可真有意思 嗯 对 对 我们也该回家了 吃掉了 把钥匙 喂 喂 小夕 你今天能不能请个假 我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找你 什么事啊 不行啊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这很重要的 可是我这边走开啊 没事 你如果有事的话就去吧 我叫朋友来陪我 那你一个人能行吗 可以 好吧 那我一会就过来 我在哪找你啊 就在家里 你快过来 那我一会就过来 不好意思啊 我男朋友 不知道找我有什么事 非要让我过去一趟 没关系 去吧 那我会计划回来的 去吧 对了 小夕 怎么了 哦 没什么 路上注意安全 不要太着急回来 知道了 走了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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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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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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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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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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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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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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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